10月中回來拍攝完 拍攝了多久? 都差不多12天左右 只是法國拍攝嗎? 法國 但其實當然以這個名義去旅行 因為如果不是拍婚紗場 我想她一定不會跟我去那麼遠的地方 因為她工作為重 我也明白 但是今次我就可以以這個名義 我想去歐洲 然後馬上去就OK 完全沒問題 因為她拿嫁給我 那你們兩個不是第一次出房 之前去過日本 是的 你們兩個去有沒有帶一些團隊去拍照? 那邊有團隊幫我們拍照 所以就只是帶我們兩個 還有一些婚紗 多少套? 其實我自己帶了三套 但那邊攝影師很好 她也有些珍藏給了我穿的 多少套? 又是兩套 加上幾套 還有我帶了一些隨意的衣服去拍 那不是全部都是那些很grand的 有沒有泳衣? 當然沒有 怎麼可以去拍攝泳衣? 去拍攝泳衣 去拍攝泳衣 那些婚紗相 我們不性感的 我們不性感的 或者可能呢 我們可能穿羽絨型 嘩 我拍過那些照片 有進步的 嘩 你有沒有訓練過她 我沒有 但她這次可能有壓力 所以她就 為什麼呢 因為你拍一張不行的話 你會多拍十張 她就寧願第一張先拍了 所以現在越來越厲害 已經拍十張多 對 她也是一次過幫我拍了很多 然後我選最好的兩三張 所以以前那些照片不行? 以前那些照片不見到別人? 難一點 譬如她拍照她 她未必會幫你低炒 她不會低炒 她不會低炒 所以應該 頭大身小 低炒低炒沒有 對 對 整三個個人高一點 對 以前低炒 最初我以為她在這方面很厲害 因為她經常拍戲 她知道鏡頭 但原來她不懂 她真的被人拍 她從來都不會研究 怎麼被人拍 其實是年十二月 但只不過是不大 什麼事 愛國外國 愛國人 愛國人 今天又要再飛 對 或者在琴瑪的時候 其實 所有東西在外國 對 對 還有很少的 楊波海灘 那件事很少 小營 小營 是否來到楊波海灘 不說 不會去法國 再 會不會去墨月 應該 我們沒計劃過墨月 不知道 如果她沒有劇 就到 不好 有劇就不到 沒有 其實我們應該兩三天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她那裡 她都不輸 我都未問她 其實 有沒有看過有個訪問 有個訪問嗎 什麼訪問 什麼訪問 為了你不看愛情工作片 哈哈 我有問過她 你是不是有這樣說過 她說她自己沒有這樣說 她說這個訪問 她沒有做 沒有做 所以她就說很奇怪 然後 我都沒有聽過她 我也沒有說過這個題目的 所以就很奇怪 那你有沒有想變成男人 還是沒有聽 我不會 你有沒有給身重 如果她真的有這個 習慣 OK的 很多正常的男女 都有這個習慣 都是很多東西 其實如果你是女方 你應該知道會有很多東西 因為 不是 她是在拍劇 還有她真的有很多東西 她未必 她說 我問你粉紅色有幾種 你知道哪種 你懂不懂 她也未必懂得分 所以 她也是被我詐重 是 還有其實 都不想在她拍劇時示範她 還有她快要拍完了 好像這套機場 拍完之後 可能會多問她的意見 那她就 懶得煩著她 什麼 懶得煩著她拍劇 不是啦 因為她在拍劇也不攪著她 而且她每天回來都 不得四五個小時睡 還要看劇本 我還要走她 你選這個粉紅色呢 是深一點還是淺一點 我不想早點這麼快 這些好小事 我都會OK 她只要 譬如說 要她的日子 她要幫我量度就可以了